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北市百货公司打出了联通道策略吸引顾客 SOGO百货B1捷运通道昨天重启第一天 业绩就成长了50% 根据统计去年光是从B1入店的人流 就高达了150万人次 随着疫情趋缓人流逐渐回冷 让信区的统一百货7月人潮年增两倍 凸显地下联通道的重要性 平日人潮川流不息 民众进进出出人气很旺 SOGO百货捷运通道历时7个月整收 15号开放第一天 业绩就比去年成长50% 会觉得比以往方便 因为它封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绕到上面再走下来这样 很方便啊 就不用如果下雨就不会淋雨这样 百货业者打出联通道策略吸引顾客 SOGO表示去年光是从B1入店的人流 就超过150万人次 今年同期进入整收 让总体来客数减少三成之多 同一百货则是根据台北监运统计 7月市府出站量达到15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52万人次成长将近两倍 有小朋友会顺便让他们买东西吃 是往那边的统一啊什么什么去逛这样子 随着疫情趋缓 人流逐渐回暖 专家分析业者透过联通口 贵为串联特性吸引大量顾客 不过由于商圈聚集 百货同值性高 唯有拼出差异化 才能真正留住忠实顾客 记者刘志佑陈国成台北参谋 到达到 感谢观看